炒鸡蛋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到底该怎么做才最下饭呢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家常炒鸡蛋的做法 滑嫩入味,鲜香不腥 下酒又下饭 做这个菜非常的简单 而且成本很低 再加两块钱就能炒一大盘 调姿势关键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结地气 保证让你多吃两碗大米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母鸡蛋五六个 用左手打入盆中 当然这个季节有鹅蛋鸭蛋的都可以 打好后先放一旁 再准备新鲜的小葱几根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把头部位置先拍一下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切成段,搭配颜色增加香味 切好放入盆中 接下来对关键的料汁 小盆中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白糖糊味提鲜 生抽酱油稍微多一点 提味提鲜又增加黄亮的颜色 盛住少许去心真香 而且可以使炒出的鸡蛋更加的滑嫩蓬松 再放入一勺的辣椒面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一勺的蚝油增加鲜味 一勺的土豆淀粉 然后放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集成料汁 就要把这个料汁调好 炒什么蛋都好吃 鸡蛋叶灯放入适量的料酒 去心的同时 可以使炒出鸡蛋更加的鲜嫩 然后用筷子向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然后放入适量的葱油 把锅像这样转一下 也就润锅 装至炒鸡蛋的手粘锅 接着保持中火 倒入鸡蛋液 下锅后先静止五秒钟 让鸡蛋液慢慢定型 再用勺子 像这样慢慢的推动 切切不要来回不停的推动 那样炒出鸡蛋会非常的碎 在鸡蛋液完全定型后 再用勺子划成大小均匀一块 做这个炒鸡蛋 建议大家稍微炒嫩一点 这样炒到口感更好 划成大小均匀的块后 再倒入提前兑好的料汁 下锅前稍微搅一下 这样味道更均匀 炒至中火 炒入酱汁炒出香味 炒至稍微粘稠 最后再放入小葱段 炒至葱段稍微发软 不香味即可关火出锅 蒸入盘中 这就不要炒得太久 这样一道鲜香滑嫩 入味好吃的灵魂炒鸡蛋 就做好了 跟着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